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静明 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的消沉 因为感觉中共又逃过了一劫 就好像他西安四变转危为安一样 逃过了一劫 随着川普的下台 中共重新获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主要是看美国 因为新上台的拜登 他与中共是利益共同体 他是不可能对中共强硬的 因为他有大量的把柄抓在中共手中 而且他与中共 他的家族 他的儿子与中共 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因此我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 有一段时间感到非常的悲观 但最近通过我对中国形势 新的思考 观察和思考 还有分析 我认为 不必不必太过悲观 因为 结合历史来看 这个美国 对于中国也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从来都是起反面作用的 美国多次的救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不说 就单说中共的上台 美国就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没有美国 拉偏价的调停 强迫蒋介石与中共 去成立什么联合政府 在蒋介石 每次在蒋介石 内战之初 每次在蒋介石站上风的时候 都拼命叫停 不惜以最后通牒相威胁 而当中共站上风的时候 就袖手旁观 甚至 落井下石 对国民党政府 实行全面的 军火禁运 从1946年6月 一直禁运到1949年 结果就是 中共席卷中国大陆 美国在明知道 苏联 以9亿美元的物资 和军火 大力 扶持中共 打天下 这情况下 对于 国民党 可以说是 因遭死境 背信弃义 落井下石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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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 中共能够窃取 中国 美国起了头号的作用 美国是头号工程 可以说 之后 美国多次 救了中国共产党 说美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救命恩人 一点不夸张 包括 1969年 苏联共产党 准处 准备对中共 中共 实施这个 外科手术打击 除掉中共的时候 是美国 对苏联 发出这个核战争的威胁 迫使 苏联 勃列日 列夫当局 放弃 消灭中共的计划 然后是 中共改革开放时期 以及六四屠杀之后 都是美国给予了中共 关键的扶持 使得中共获得了 经济上的腾飞和国力的崛起 一直到今天这个局面 美国 都是中共 强大的 头号工程 那么对于美国 对于 中共 它的 退出历史舞台 它的 垮台 由历史上 由历史 可以看出 美 美国不仅看不住 它不烧 它不 帮倒忙 不添乱 中国人 都可以烧高厢了 美国对中共 少一些扶持 中国人 都可以说 高厢了 所以 是不能够 指望美国的 所以 川普 他对中共的 遏制 之所以 是 是 是 昙 看是偶然 实际上 是必然 因为操控 美国的 犹太财团 是不允许 川普 这样的 非 建制派 把中共 给搞垮的 这是他们 全球计划的 一部分 他们不允许 这种事情 发生 我们从 历朝 历代 的兴衰 可以看出 一个规律 就是除了 明朝和宋朝和明朝 是亡于 异族的 入侵之外 其他的 历朝历代 都无一 无一例外的 亡于内部的原因 要么这个农民起义 要么这是 全城的 抢班 夺权 篡位 要么就是 军阀的 做大 由此可以看出 就是中国 共产党 它一定 亡于 内部的因素 就像前苏联那样 前苏联之所以崩溃 那么早 70年就崩溃了 在1991年 横旗落地 那是因为 主要原因是因为出了 苏联出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 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 导致了整个苏联 和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阵营 包括蒙古 包括蒙古 的变天 不要 听信 美国粉丝 还有美国鹰派的自吹自擂 什么这个美国的冷战 吹垮了苏联共产党 这当然有一定的作用 但不是主要的 你美国冷战 你家门口的古巴都改变不了 你制裁古巴几十年 现在怎么样 你制裁朝鲜几十年 现在怎么样 因此 首要作用不是 这个 美国的冷战 施压 还有鹰派的 这个遏制 不是 像苏联这种 共产党 这种巨型的共产党国家 你光是这个外部施压制裁 他的屈服吗 当然他最后也会崩溃 但他可以拖很长的时间 甚至上百年 都有可能 如果他没有出现这种内部的变数的话 他可以拖很长的时间 而且绝对不是和平演变 绝对没有和平演变 你西方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很可能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这种片面的思维 是不可取 也是很荒谬的 也并不是事实 是苏联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 的决心 认为这个共产党这一套 对这个俄罗斯民族没有好处 从而主动放弃了 拆解了他这个共产党的极权 如果戈尔巴迦夫像习近平这样 或者像 就像这个金正恩金正日 或者说就像 柏尼列夫那样继续 这种僵硬高压政策 怎么可能有这个新思维 怎么可能有新思维的这种 变天呢 怎么可能有这种松动的 有这种新闻出版 松动引发的一系列的 这种反共思潮呢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洗脑的作用是很 是非常巨大的 他如果维持这种铁木洗脑 如果他那种铁木洗脑 他比柏尼列夫还要强化的话 像习近平这样 那么俄罗斯 那么苏联 还有这个东欧的老百姓 不仅不会有什么觉醒 恐怕还会像中国大陆 民众那样重新愚昧 为什么这个东欧 还有这个前苏联 他能够和平演变 那么快就变天 与他的这个全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的言论 权制 信息封锁 相对宽松 有极大的关系 与各巴乔夫主动的实施这个新闻自由 有着最主要的关系 那么我们不要人云云云要有自己的思考判断 美国他不是主要原因 美国的这个冷战 对外部从外部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主要的是还是内部因素 像中共国这样一个巨型的共产党国家 也一样 中共的垮塌 它是垮于内部 内部因素 那么它有哪些内部因素 使得我们有理由不用太悲观 我们要接信中共绝对不可能 中共政权绝对不可能像满清那样长久 它要比满清要短暂的多 它也就九十年左右 中共政权也就九十年左右 必然灭亡 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相信我 也就接下来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的时间之内 它一定垮台 那么为什么我敢下这个提论呢 我之前已经有过悲观的 比较悲观的这个分析 就说 为什么中共 它在苏联垮台之后 它在苏共垮台之后 仍然能够存在到现在 而且收敌已超过了收入 超过了苏共 更大大超过了 前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和蒙古 因为 中共 它有着 苏共和东欧 前共产党政权 不一样的历史进程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同 什么 哪一点 就是他 没有泄入 在毛泽东死后 中共他没有泄入 长期的停滞僵化 的一种状态中 他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与资本主义的结合 获得了新的生命 这是中共政权 延续至今 并且获得 经济腾飞 和国力上的崛起 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共 他特别是在 从胡锦涛开始 到习近平上台 他的一种 集权下 资本主义的 扩张 还有这个 经济腾飞 国力的崛起 他跟当年的纳粹德国 表面上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集权 下资本主义的奇迹 当然他跟这个纳粹德国 相比 他有一个地方 更加下散量 就是 他使用了 他结合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手段 纳粹德国 他是保护 德一制民族 就是保护他本国 劳工阶层的 权益的 他有这个 比较系统的 在西方国家 当中 还相对先烈的 福利制度 这一点 中共国是没有 中共国他对 他对这个本国 劳工弱势群体 他是采取 一种压榨 和抛弃的 这种政策的 他这种压榨的政策 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他通过 心灵鸡汤 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这种洗脑 诱批 广大的这个 劳工弱势群体 自我压榨 自觉压榨自己 对自己狠一点 客观上实现了 最大化的 诈取 而且业 又获得了稳定 因为这种 红顶企业家 企业文化 这种心灵鸡汤 狼性文化 使得这些 使得很多 很普遍的 这些劳工群体 主动的压榨自己 主动的为他 投资 卖命 是非常有效的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他通过这种 与原始资本主义 手段的结合 获得了 可以说 获得了超越 西方资本主义 的效率 其中的主要表现 就是 低成本 低人权的优势 他以低成本 低人权 他以低人权 所带来的低成本 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 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 因此 中共国 他所获得的 这一块的活力 这种社会活力 他与原始资本主义 相结合的活力 他获得的活力 他是有别于前苏联 还有东欧 共产党国家的 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那么 那么说那 那他不是 欣欣向荣 一天比一天 一天比一天强大 那你怎么说 他2030年之后 就必然会垮台的 因为 他中共国 他有一个 缺陷 是 纳粹德国 还有今天的越南 越南也是共产党国家 所不具有的 他这一项 致命的缺陷 是前苏联 前东欧 蒙古 越南 都没有的 这一项独特的缺陷 决定了他 必亡 什么缺陷 就是计划生育 那 说到这个计划生育 有人说 那以前 这个新加坡 韩国 日本 包括越南 伊朗 印度 不都是 计划生育吗 但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共这样实行的长达30年的强制计划生育 而且是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 没有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行过 这个韩国日本人家实行的是 曾经实行的短暂实行的是 奖励少生 新加坡也是这样 新加坡是奖励高学历的人士 多生 越南 实行的是 提倡生两个 人家也没有强制 接杂 强制堕胎 强制营产 都没有 印度 确实有两年强制 在印第拉甘地上台之后 一度终止 这个宪政民主实施 国家紧急状态法 两年内 强制劫砸 绝遇800万人 但是印第拉甘地的这个暴政 引起了什么后果 引起了他自己 被选民抛弃 两年后 恢复大选 他惨败下台的后果 以及 后来 因为 寄生 严重 亵渎 宗教 遭到他 希克教的 卫士 暗杀的 后果 下场 惨不惨 之后 再也没有 哪一个印度领导人 敢实行 这个强制计生 可以说 印度的计划生育 只存在了两年 之后 一直 都是 是奖励扫生 没有任何强制 可以说 没有计划可言 到了2006年 印度 总理辛格 口径完全改变 转而认为 这个 巨大的人口 是印度的优势 然后 现在印业了 现在印度成了 仅次于越南之后 全世界 全世界制造业 生产转移的 第二大国家 第二块热土 但考虑到 印度的规模 比越南大得多 那么 印度 制造业 对中国构成 世界上 头号挑战 已成定局 越南的 这个制造业 的红火 已经取代了 中共国成为 全世界第一 制造业 转移的热土 这就是 不一样 这就是不一样 那么 苏联 还有东欧国家 他们都没有 当然苏联和 这个东欧国家 它也有 也逐渐产生了 这种 少子化 老龄化的问题 但是人家是 随着这个 工业化的进程 自然产生的 跟你这个 人为的 计划 声誉 大力推动 毁灭 传统声誉文化 未复先老 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中共 现在中共国 现在 因为 30年的计划 生育 中共国 的人口 现在已经到了 什么程度 2015年 是 生育率是 1.18 全世界 最低 生育率 明年前茅 到 2019年 跌到了 真实生育率 跌到了 什么 跌到了 大概 0.9 这样 跟韩国 差不多 跟韩国 差不多 都是倒数 第一 第二 那么 最低的 东北 黑龙江 人口 负增长 竭尽了 负恶 全世界 生育率 最低 负增长 名列 第一 没有 之一 整个 东北 三省 从 2013年 开始 人口 负增长 每年 减少 20万人 以上 2015年 开始 每年 减少 40万人 以上 相当于 每年 减少 一座 中等 城市 随着 这个 计划 生育 空前 恶劣的 少子化 老龄化 危机到来 我所讲的这些 老龄化 少子化 很多人说 日本 韩国 都这样 问题是 人家 已经 人家是 富了之后 才老 你是未富 先老 而且你 老得比人家 还要严重 人口 专家 易富贤 就是独立人口 学家 易富贤 他的 分析 之前 他是 完全 严重了 他有本书 叫 大国 空 大国 空巢 在2005年的时候 问世 结果 完全 严重了 中国的人口 危机 那么他预言 到了2050年 中国 人口的平均年龄 将达到50岁以上 2015年 中国人口 平均年龄 是37岁 印度多少 印度才26岁 越南 27.3岁 到了50 50年 也就 再过 将近 30年 平均 年龄 都超过 50岁 来老到什么程度 那你还有什么活力 那你的这个人 年轻人口 成几何技术 雪崩 还有 还有什么这个 类序和消费的能力 接踵而至的 就是全面的 经济危机 和社会危机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人口危机 人口危机 它显露的 相对比较慢 它的危机显现 相对比较慢 一旦显现 将会 那个效应 是山崩 地裂 海啸版的 效应 势不可等 到山崩 效应 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 这个房产 成为 最不值钱的东西 也就是 再过20年 最多 过20年 因为没有 因为年轻人 尾书 尾书成了 一小团 到那个时候 教师 成了最惨的 一个行业 严重过剩 要你的做什么呢 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都不要 不再需要了教师 私立学校会大批倒闭 公立学校会大批裁员 那有人说 共产党我们总有办法 大不了 强制强迫多生 但有那么容易强迫吗 强迫扫身 相对容易 你强迫多生 有那么容易吗 他可以种种的方式 他说他怀不上 你怎么强迫 强迫扫身 相对容易的 强迫扫身 强迫接杂 都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你强迫多生 弹很容易 而且你这不是自我长嘴吗 你要不要 你要强迫 你要强迫多生 是不是 要对自己 对自己从前 那计划身有个交代 他不敢交代 现在习近平为了维护 中国共产党的权威 仍然在坚持计划身业 他仍然在坚持 恶态 恶态的身业 那他是不是这么傻 都不知道计划身业的 这个 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他心里清楚的很 他知道 但他偏要坚持 因为 要维护 共产党的权威 就像以前 这个晚清时期的 这个满洲贵族 你保大清 也要保中国 你保中国 不保大清 这个改革派 你保中国 不保大清不行 我否定计划身业 你保了中国 但是对后清有害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国就是后清 对后清不利 对后清的威信不利 因此习近平 他仍然 将错就错 在坚持计划身业 那么好 你等着瞧 他这个计划身业 就是 就像一颗 定时的核炸弹一样 在等着他 他明知道 他也掉不了头 那么有人说 这还不容易 那么美国和新闻国家 不是老龄化 人家通过移民 装送移民 也解决了 也缓解了 确实 大批的 引进移民 是一个好办法 但问题是 共产党他受得了吗 这个不是规划 不是引进规划 求援助那么几个人 十几个人 一引进就是成千上万 这么多没有经过 共产党教育和洗脑的 移民进来 共产党他放心吗 这个又成了 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问题 因此 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人口问题上 他是进退不得 死路一条 我们有 我们应该有信心 对中共的垮台 表示乐观 50岁以下的人 都能够亲眼看到 中共垮台 亲眼见证 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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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